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蓝雨下起了强降雨 雨水沿着山坡灌到 龙门港附近的环岛公路上 如同土石流一般 有民众形容雨水像是用倒的一样 气象署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蓝雨地区 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 民众要特别留意雷吉跟强阵风 这个雷震宁 打得非常的可怕 好像就倒水一样 猛烈大雨不断狂炸 大半夜惊人雨声 把民众吓坏 联盟出门巡视 但雨大道都快看不清前方道路 因为水太重 还有棚架耐不住强降雨 中心下坠硬身倾倒 但眼看雨势太大 民众干脆放弃穿雨衣 直接打世搏 重新搭架抢救 来看一下 我们这都部落冠州 车间一起沿途溅起小水花 四处可见水柱水库 原本固定在路边的平板洲 在积水冲刷之下 就向路上行舟 宛如在湍流中逆行而上 场面相当壮观 打雷下雨 一样一样来 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二十四号深夜开始 蓝雨雨势不断 二十五号一早 更是夹带闪电打雷 路面还涌出黄色泥水下 骑士不敢通过 寸步难行 只能先停在原地 观察状况 弯岛公路各是多处 野稀暴涨出现土石流 截至二十五号下午 蓝雨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一百三十毫米 淹水达到二级警戒 幸好没有传出灾情 谢谢柳林响 台东报导